妈妈 我饿了 我肚子咕噜咕噜叫呢 哎呀 我肚子饿了 我再吃 秋冬是孩子长高的季节 我将每周给孩子做三次这个汤 裙盖菜冷水泡发 一点就可以泡出很多 含盖量是牛奶的十倍 焯好水的排骨倒入刷锅 加葱酱适量清水 水开再煮15分钟 倒入胡萝卜玉米和裙盖菜 再煮20分钟 加盐调味 最后撒枸杞和葱花即可 给我一个拥抱 一个微笑 这是幸福的味道 给我一说 从前的歌要时光永不老 给我一个拥抱 一个微笑 这是幸福的味道 温暖的香热花生 鸡米花这么做 隔壁家的小孩闻着东流口水 鸡胸肉切块 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一勺奥尔良腌料 抓匀 腌制20分钟 裹上淀粉 鸡蛋液 面包糠 油温7成热下锅炸至金黄薯 两毛钱的鸡胸肉 切成厚一点的薄片子 葱姜 料酒 蚝油 一大勺奥尔良腌料 腌制一下 油热下锅煎 小火慢煎煎制 两面熟透 再加做奥尔良鸡排 大小朋友的最爱 孩子不爱吃蔬菜的一定看过来 准备一些蔬菜 春卷皮用水泡一下 放一些菜卷起来 再放虾仁两边对折起来 继续卷一个虾仁蔬菜春卷完成 还可以包各种蔬菜 想吃什么卷什么 软糯香甜 好看又好吃 赶紧试试吧 上次分享的热干面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喜欢 煮好的面包一下 凉水更有嚼劲 再把里面的调料都放进去 尤其这个三豆角 你们一定要拍上呀 面条搅拌均匀 一口接着一口 好吃到停不下来 你们一定要试试 抖音爸爸果然没骗我 用烤箱烤的鸡蛋也太好吃了吧 地里挖的鸡蛋 清水洗净 沾一层试用盐 再用锡枝裹起来 用祖传的牙签扎几个小孔 烤箱230度烤20分钟 忍150度烤20分钟 这样做的烤鸡蛋 心里有嚼劲 赶快试试吧 像这样的石头炒鸡蛋 你吃过吗 有口臭的注意了 苹果 干山楂 红枣 大火煮20分钟 再加冰糖煮10分钟 每天早晚各一杯 坚持喝 你会发现有惊喜 你会发现有惊喜 好